还有其他问题吗 法师好 请问法师 假如听到有恶人得到了恶报 就生起高兴的想法 那么这是造了什么业呢 谢谢法师 这个师傅在菩提道自立广论里面有讲 那平常我们说这个水洗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一般来讲水洗别人的善业呢 你会得到跟对方一样的这个功德 就靠水洗这样 乃至于说对方的功德比你大的时候呢 有一些传承祖师的教界有讲过 比如说你水洗这个菩萨的功德 那可能你还没法复理性 你还不是菩萨 可是你水洗功德比你大的菩萨的功德呢 然后你再把你这个水洗的功德 回向利益一切有情的话 你还是可以得到一样的功德 水洗的力量有这么大 但同样道理 水洗善业可以得到一样的功德 可是水洗恶业也会得到一样的过失 不用你自己亲自做 你只要水洗别人造恶 那你也会得到一样的这个恶业的过失这样 所以水洗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所以师傅当时也有举例子 有的时候你很讨厌这个人 然后你看到他受苦了 你就说啊太好了太好了 恶有恶报大快人心这样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在水洗别人受苦嘛 你在水洗别人受苦的时候 跟你亲自去伤害这个人让他受苦 这个恶业是一样大的 那这个要很小心 那这里边再解决几个问题 有的人会觉得说 啊那我这么辛苦的造善业 被那个人一水洗 他就跟我功德一样大 我实在是很不甘心这样 其实不用那么小气知道吗 你本来造善业得到好处是你自己对不对 但是人家如果现在透过水洗 你一个人造了一份善业 结果让两个人让更多人得到好处 这不是更好吗 然后你造了善业 然后让更多人得到好处 那你觉得这个善业将来不会回报到你身上吗 其实是更好的 好所以再说一次啊 本来是你自己造善业 你自己得到好处嘛 但是人家透过水洗 人家也得到好处的时候 他还是因为你这份善业 他水洗了才得到好处嘛 代表你对他有造成利益嘛 这样子会让你自己的善业功德在增长 让你自己得到更大的好处 所以完全不用小气 尽量让人家水洗 然后佛菩萨的功德也很希望我们水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我们水洗功德比我们大的人 一般来讲可以得到一半的功德 但是如果你 你同时水洗佛菩萨的功德 你又把这个功德回向利益一切有情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样的功德 这不是很好吗 好所以其实水洗是一个 制作教它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个在普利道赐利广论跟波瑞经里面 都常常的强调 但是不要水洗别人的恶业 这就是重点 这是一个很谨慎的地方 好那另外一个有人想说 那坏人那么可恶 我看到他受报应了 那我不可以高兴嘛 对你是不可以高兴 我刚刚讲过 你一高兴你水洗 就变得是 跟你造了一个亲自伤害他的业是一样 意思就是说 那他是个坏人 他造恶业 他自己会受到这个恶业的苦果 但是你干嘛要因为他的坏 你自己造恶业让你自己受苦 这是犯不着的事情 好这是一个重点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请问法师 已经赶果的业 忏悔不能够灭除 那么拜三属佛忏啊 是不是也不能让身体康复 因为已经赶果了 你怎么知道你赶果要赶多久呢 也许可能你要病一百天 好那你现在才第三天 你开始颤 那还是叫没有赶果之前 就是后面的97天的果还没赶啊 你还是可以颤啊 不是很简单吗 各位听得懂吗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病几天啊 你现在虽然生病你还是可以颤 这样也许可以把你后面还没有赶果 要继续病的业 有机会是可以颤掉的 那当然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吧 好这个在 这个菩提道次理广论里面他有讲 好在那个菩提道次理广论的139页 他有讲到一种叫献法寿的概念 现在的献 佛法的法 寿用的寿 那什么叫献法寿呢 就是说你造的业这一生就赶果 好那至于业刚造的后面马上就赶果 这样 那这种一定是要很强很强的种业 才有可能说你这一生造的这一生就赶果 一般造的业就可能要到下一生 好后面哪一生 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赶果 如果说你造的业这一生造这一生就赶果 就代表说你造的这个业是很重的业 这样 所以呢 菩提道次理广论的139页呢 他就讲了 好如何造这种很重的可以献法寿 这一生就赶果的业 他造善业献法寿有四个条件 造恶业献法寿有四个条件 好 比如说你特别贪着自己的身体 特别的财物而去造作的恶业 这个有可能因为变成很重的业 会献法寿 那你特别不顾惜 不贪着自己的身体 不贪着自己的财物 很认真的做善法 好 这个有机会是献法寿 好 比如说你奋不顾身的帮助别人啊 然后你去当义工啊 你不贪着这个现实的财物啊 如果你的动机意乐 把它把握好的话 你是有机会造的业献法寿 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有一次 我那时候就看到 我们学广论的同学 有一批是香港学广论的同学 他们来台湾参加法会 他们也当义工 那次为了法会的需要呢 要赶搭一个帐篷 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听法 结果那一次 这个 居然临时下大雨 但是那个帐篷又非搭不可 那他们全部每个人都临得试试的 还是把那个帐篷打起来了 从此我看了也很感动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这个就很像 可以献法寿的业 因为特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不顾惜自己的这个现实安乐 然后很认真的造 为别人付出的善行 这有机会献法寿的 然后呢 你对于友情 特别特别的慈悲 造的善业 有可能献法寿 你特别特别想要伤害 很多友情而造的恶业 特别想要伤害友情 所造的恶业 也有可能会献法寿 只是一个是乐国 一个是苦国 那你对于师长啊 佛法生三宝啊 你怀着特别的净信心 特别纯净的信心 特别的恭敬 特别的具足信心 而造的善业 有可能献法寿 那你对于师长三宝 你怀着一种 特别想要伤害他们的 先造的恶业 也可能会献法寿 那同样道理 你对于师长啊 对于父母 这些有恩的福田呢 好 那你特别汪恩负义 造的恶业会献法寿 你特别想要报恩 而造的善业 也会献法寿 好 那其实呢 师父以前有对我们 僧团的法师有讲过 上日下场老和上 师父有对我们 僧团的法师讲过 说啊 你已经来到这个 宗科巴大师教法的僧团 出家了 如果你造的业 不能献法寿 那你白出家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 能够遇到这个 广论的作者 宗科巴大师的教法 而且是顺利的就在 这个 师父的僧团出家 好 那因为我们会学到 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完整的教法 如何用心 造猛业的方法 跟这些教授 我们会学到很多 再加上我们是 受戒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 有受戒造的善业 跟没受戒造的善业 差距会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只要 认真努力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 让我们造的业 在这一生就赶过 而且是一个 很普遍的 每一个出家人 都有的机会 所以师父才会说 你来到 宗科巴大师 教法的僧团出家 然后你造的业 如果不能献法寿 你真是白出家了 意思就是说 那个能够在 宗科巴大师 教法的僧团出家 是一个很殊胜的机会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做回向 回向那时候 要用很虔诚 很猛力的心力 然后为自己 为一切友情回向 那这样就会让自己的功德 增长无尽 这个真如老师有说 经典里面有讲 好像本来你的功德 只有一滴水 但是你透过回向 就会像一滴水 进入大海 那整个大海 都有你这个水的成分 那功德就会增长无尽 回向就有这个作用 可以让自己的功德 增长无尽 好请认真回向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友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